新盤的設計除了代表不同時代的變化 亦都反映發展商品味各有不同 近年有些發展商推銷新盤時 都喜歡強調家居美學來幫樓盤加分 好似新世界位於北角的柏衛山 不單會鎖大玩日式庭園風 上到實用面積617呎驗修的兩房單位 燈鍵 門柄 插鬚 水龍頭等細節位 見到設計都有花心思 好像顯得特別有格調 就連地磚都用了較小件的斜鋪手法 除了看上去美觀一些 亦都避免出現俗稱老鼠味的情況 不過鋪工又是否有真功夫呢? 鋪工夫 這是地磚空骨的聲音 這是地磚空骨的聲音 鋪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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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一般新樓大部份都是長磚或批檔才會出現空心 今次這個情況相當少見 可能他注重重點放在鋪磚工藝上 但在施工的質素上未必可能脫略了 如果鋪工的要求是高的話 但是施工的過程如果做得不好容易會出這些問題 亦都不排除 可能如果太急趕的時候也有機會趕工的時候也會出現這個問題 這些位置因為都比較大面積的空心 基本上如果我們放一些寵物 傢伙的話 那個位置有機會有些磚會容易爆裂 甚至地磚會有機會下陷 除了地磚玩玩花神 抬頭一望 客廳天花有個類似閉路電視的東西 其實是單位入貨時報送的網絡攝影機 發展商就指只有住戶才有使用權 管理處就沒有權限連接攝影機 設計系就是挺新穎 不過是不是用得著就因爲而異 單位另一個大失誤就是流水 除了廚房洗衣機排水喉之外 浴室的座廁亦都出事 就是水箱的供水喉出現滲漏 最離奇是水箱對落的地上 找到一粒粒類似鹽巴的結晶 拿起手某些更大粒食用的粗鹽 是否意味著來自沖刺的鹹水呢 為了證實這個水箱其實是用鹹水沖刺的 我們用一個叫鹽份的試紙 去測試一下究竟它是鹹水還是淡水 如果是淡水的話 你看到是深啡色的 但如果當它是鹹水的話 它就會飄到黃了 我將它放進去 放日之後發現它是漂白了 即是表示它是一個鹹水沖刺 再試地下的水漬 蝕子照樣變黃 對照未用過的蝕子和水龍頭的水 遮得水箱和地下的水漬大有鹽份 明哥就說新樓漏水漏到有鹽的結晶也挺誇張 而單位石材的問題也嚴重 好像是工作平台和露台底的石材 就有明顯的裂紋 見到有修補過不過痕跡也挺明顯 而大門門檻吸嘴的石材就有裂紋 不過就沒有修補到 最後在地板和來去水兩個大項捧彈 石材也扣較多的分數 工作平台和露台的磁磚有少量空心和裂紋 所以鋪磚這一環也要改善 不過批檔、油漆、窗和櫃就拿到不錯的分數 整體來說即是剛得到C-grade的成績 相比坊間驗收首批單位 部分拿到接近滿分的分數 今次這個單位明顯就低分很多 發展商就回覆指 整件商已經即時作出跟進 並且已經完成相關的執售 雙方便城 大夢賞 腳雙方便 是一個雙方便 是一個雙方便 在家中裏花 大門 花